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这些包括莫冤等人 连颂走上前 一问道 你做了什么了 令他们忽然退兵了 东华 没什么 余光猛地发现躲在一旁的凤九 抬起一只手 召唤道 小白 过来 凤九就像被抓住做错似的孩子 低着头慢慢走了过去 嘟囔道 这都能被发现 东华掏出一方丝怕踢他擦了擦汗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了在家等我吗 凤九 我不放心你 就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然后故意带着些许醋味道 但感觉自己好像来的不是很是时候 正好看到人家柔弱的要和你相认 东华对于凤九这种吃醋很是喜欢 又胡思乱想了不是 凤九从上到下检查了一番 你怎么样 受伤了吗 东华嗡了一声 将手放在自己的左侧肩膀处 柔弱道 这里被伤了 凤九看到伤口渗出一些血迹出来 很是心疼 但仍有些赌气道 受伤了还有时间在那和人家聊天 我看你根本就是胡我 东华 小白 我疼 东华自然是受了伤 只不过因为当时在战场 受了伤又是常有的事 自然当时也没什么感觉 如今凤九温了起来 自己也知道他自然会心疼 便也顺势撒起娇来 不过话说这夫妻二人如今这样一番 貌似是忘记了在场的还有几十万天族神将 叶华 莫渊 少婉 连颂等人 连颂呢 看着东华肩膀一出伤口 就如此傲娇的像凤九撒娇喊腾 猛的想起当日他们二人坠入阿兰惹之梦时 自己童艳池悟和香里蒙说了什么来着 洪荒时代的战场 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战场 那时的战争 方当得上遇血之战这几个字 这后来的这些打打闹闹 实在都是小儿科 那当时在战场上 最能吃苦的就要算东华帝君 常常从战场上下来 这全身像血水中泡过一样 身上不知道有多少道口子 连眉毛都不动一动阿 这般威武 没有几个人能比的了 这个以万物为师长 以天地为红炉 以众生为魔力 以杀纸杀 以战纸战的东华 如今这副叫滴滴的样子 着实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吃了一惊 东华扫了一眼周边 继续柔声道 小白 我们回家吧 凤九瞧着东华略有些苍白的面容 心中也是极着要给他包扎 说了一句好 然后两个人消失在万腰山中 其他人看此 便也各自回到自己的族中 唯有莫渊少婉没有离开 少婉看莫渊没有离开 问道 你怎么没有回去 莫渊 我只想你想知道青江之事 便留下来告诉你 少婉知道青江能有今日的这个结局 自是自作自受 但他终归是自己的亲人 即便他猜忌自己 自己又怎能真正做到对他置之不理呢 少婉 青江他是怎么死的 莫渊 几百年前 他逃离了封印 逃了出来 那时在往深海凤九还沉睡在冰棺中 并且悬挂在往深海之上 他利用凤九与东华厮杀起来 并且将凤九沉睡的冰棺打碎了 险些令他沉入海底 东华愤怒不已 才不得不 少婉 太这样 不奇怪 莫渊觉得少婉如此冷静 心中不免有些担心 轻轻握住少婉的手 想要给他一丝力量 婉婉 少婉难得没有挣脱 只是摇了摇头 莫渊 你什么都不必说 我都明白 青江的结局 不怪任何人 你放心 我明白的 只是他 终究是我的亲人 现在 他死了 我没有亲人了 莫渊 婉婉 别怕 你还有我 少婉恋眼婆娑 看着莫渊无比认真的神情 颤声道 莫渊 莫渊将他轻轻揽入怀中 婉婉 过去的种种 我从未骗过你 我对你 日月可见 天地可表 当初伤了你 令你陷入沉睡 是我不得已而为之 这几百年你虽在沉睡之中 但我身边的位置一直在为你留着 婉婉 青江不在了 以后你还有我 少婉 真的 可以吗 莫渊 嗯 是真的 少婉得到莫渊肯定的回答后 终于感到一丝踏实 沉浸在他的怀抱之中 凤九东华二人回到主屋后 赶忙让东华做好 自己跑前跑后准备着需要包扎的药 东华看着他来回忙碌的身影 随脚露出满足的幸福 拉着凤九拉入自己怀中 凤九怕碰到他伤口 赶忙躲开 你干什么 快做好 要不伤口又要裂开了 东华不以为然 无妨 小白 你这样紧张我 我很开心 凤九 说什么傻话 我们是夫妻 你受了伤我当然会紧张 东华听凤九如此说着 很是满意 凤九继续说道 要知道 我不得照顾好你 才能出去玩耍什么的没人敢拦我 若是换个别人 我哪有那么自在 说完回头偷偷瞄了一眼 果然 东华脸色不似刚刚那样欢喜 反而有些失落 他欢快走上前去 猛的捏了捏他的脸 将他的脸捏得变了形 帝君 你这个样子 其实很可爱 无论你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 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东华立刻喜笑颜开 凤九帮东华包扎好后 温柔道 这几日要注意一些 不要碰到水 东华 嗯 凤九 今日战场上那个女子是谁啊 东华 小白 我和你说件事 凤九 嗯 好啊 东华 我自幼出生于碧海苍林 因无父无母 少时总是被一些神仙和妖魔欺负 这一路打打杀杀 都是我一人独自走过来的 但在碧海苍林时 因这就我一人 身边没有人陪伴 那时 有一日 在那棵佛林树下 忽然生长出一棵凤尾花 因它天生长得娇艳 却又与其他花草不同 所以我待它也是不同 碧海苍林中 都是群山所为 也是林泉所会之碧海 万年不哭 那八荒极英之气 泉上升各色奇花异暮 却鸟居之 那颗凤尾花异时 它陪伴了我几千年 直到有一日 不知为何 那颗花忽然凋谢了 自此再也没有活过来 直到那日 他和我说 他便是当日的那颗凤尾花 我猜 或许是他花谢之时 他的一缕人神寄宿到了那个妖族公主身上 凤九 所以 那日他便认出了你 想要你饶他哥的一命 东华 嗯 凤九 原来是这样 那 妖族他们 东华自是明白凤九的担心 放心吧 妖族不会再侵犯了 凤九 那就好 雪宁将摩玄带回妖族后 将她安置好 摩玄看着自己的妹妹 心中又气又心疼 自小夫君对两人都是不疼不爱 而自己却将这个妹妹捧在手心中疼爱着 而她很懂事 有时自己做错了事 每次都要替自己去承担罪罚 这一次妖族起兵 雪宁劝自己不是一次两次 希望自己能够放下心中芥蒂 不要再横生之劫 再有死伤 自己没有听 反而将她软禁起来 雪宁这样 自己心中并不是不清楚 她心中所想到底是什么 自小她便将那东华帝君视为自己最重要的 此次起兵怕是会伤害到她 才会不顾一切赶上战场的吧 但自己却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会替自己挡下那一剑 那可是东华帝君的苍和神剑 想到这 摩玄亲身问道 宁儿 你的伤怎么样 雪宁正在整理摇箱的手一顿 眼中水气慢慢聚集起来 哥 我没事 你的伤怎么样 好点没有 摩玄 嗯 好多了 你怎么这么傻 怎么能跑出来替我挡下那一剑呢 雪宁 你是我哥哥啊 从小到大 你最疼我 我怎么能让你受伤 我又怕你会一去不回 摩玄亲探一声 可是 你去了见到了她 如今你们二人的立场不同 你从小对她的爱我不是不知 她身边早已有了良人 可如今你又 雪宁 没事的 哥 我会自己看着办的 摩玄 也罢 雪宁 但是我答应了她 从今往后妖族不再起兵 哥 摩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放心吧 为了你 我知道怎么做 雪宁回到自己的住处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